院長以及各位同仁 今天要來討論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草案 對我來講是萬分的痛心 因為我們每次看到農地上這些違章工廠 如果我們不處理 就看到它的廢水再排出來 如果我們不處理 就看到空氣污染 難道我們能夠不處理嗎 這是歷史工業 幾十年的問題 就如同我們身體受傷 劃下第一刀的農會流出血水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我們的工廠管理輔導辦法裡頭 有三把刀 第一把 就是要把中高污染的廠牽走 或者是要求他們關廠 第二把 如果地方政府不作為的話 中央政府要給予斷水斷電 第三把 在留下來的低度污染的工廠 我們要協助它的公安處理 協助它的環安處理 好比說污水 好比說廢棄物 好比說消防 一旦要符合這些規範 才能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而這些時間 難道可以一塑可及嗎 沒辦法 所以有十年的時間 希望這些工廠在兩年內申請納管 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接著我們要來改善 如果它做不到 展延 但是這樣子它能夠取得合法工廠的指導嗎 還不行耶 因為 經濟部跟工業局處理了這個問題之後 就會列入第二個階段 它要取得合法工廠啊 我必須告訴大家 大部分人只看到工農相爭 忽略了工工相爭 為什麼叫工工相爭呢 因為所有合法的廠商 它只要去工業局 取得合法的土地 它要付出成本 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廢棄物的處理 它要付出成本 在這個過程當中 污廢水的管制 它要付出成本 換句話說 整個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是要來協助這些工廠走向合法化 既然要走向合法化 就在十年的特定工廠登記之後 接著要要求環保署 要求農委會 要求經濟部 要求地方政府跟內政部 來協助他們能夠走向合法的所有法律規範的管制 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要提出落日條款 換句話說 難道我們的國民黨的同仁 你們還要忍受這種公共相爭嗎 難道你們在過去的這個期間 沒有聽到公共相爭的壓力嗎 另外我也必須要講 民進黨政府提出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是扛起責任來 因為一定要把中高污染移除官場 另外要做好環安跟公安 才能夠確保在農地隔壁的工廠 不要再做污水排放 扛起食安的責任 再一次的強調 這個法律不簡單 可是劃下那一刀就是要努力的達到目標 一起努力 謝謝蔡委員